你加一個Price畫圖的這個動作 其實主要這個DataE跟它的樣式大概就夠了 這個地方前面你會發現會多一個SEQ 其實跟各位講這個SEQ你可不可以把它刪掉? 其實是可以的 有沒有,如果把它刪掉SEQ 這個SEQ也把它刪掉 那結果會怎麼樣呢?看一下 畫出來,也是畫出來 但是又怎麼不一樣?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最大的不同就是怎麼樣 它這個地方等於是往後推了 等於是推了一個位置 我把它蓋過去,兩個圖可以疊在一起 你們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有沒有發現,如果加了SEQ之後 它等於是把位置向右移了一個位置 也就是說原來從0開始的 它把它移到從1開始 所以原來好像是0到8吧 這邊是0到8 對不對?0到8 它把它向右移一個位置,變成1到9 OK 所以要怎麼把它變成1到9 其實最重要就是說它加了這個東西 SEQ 也就是把那個range 本來從0到8 它把它改成1到9 OK 把這個數字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就加一個range 1到9 所以現在應該是1到8才對 到9停下來 不過跟各位講 如果你不想加這個 刪掉也沒關係 不影響 所以如果假設說 你覺得這個東西有點礙眼 沒關係 你將來再用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刪掉 如果刪掉的話 那最後 它的這個就會從0開始 布局 就差別在這裡而已 其實只是位置而已 那最後呢 如果你想說 老師我這一張圖 我想要把它存檔起來的話 因為我把它秀 點秀的話是秀出來 可是我想把這張圖存檔 那該怎麼存 跟各位講一下 也非常簡單 再加一個敘述 這個用一個方法 叫SAFEFIG就可以了 加一個PLT這個物件 它的一個方法 叫SAFEFIG 然後給它一個檔名 不過特別注意 SAFEFIG 記得呢 我印象中 你不能在show的後面 你一定要在show的前面 所以這一行 記得喔 好像我印象中 你show了之後就不能存檔 我不知道 我現在存一下 SAFEFIG 把它寫在這裡 你會發現 它畫了對不對 那有沒有存檔 我們來看一下根目錄 那它會放哪裡呢 放在我們的根目錄底下 這個 這個檔 Charge PNG 它還是存成功 那 show了之後FIG 我知道 有個地方close 你不能放close的後面 不過印象中好像 舊的版本有一個問題 就是show了之後 就沒辦法存檔 可是新的版本 好像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 OK 那記得最後呢 我一樣把它close掉 所以如果你show完之後 想要存檔的話 那就是加上一個SAFEFIG 然後給它一個檔名 它就會把你剛剛的這張圖檔 幫你存起來了 我再試一下看看 我把剛剛這個Charge PNG 先刪除看看 來再執行一下 有沒有 OK 然後就 那close的話呢 那一張圖就不見 那個 OK 所以喔 理論上 這個先後視序 好像就不影響 我印象中 舊的版本 之前的MatePriLab 也有這個問題 就是 你一定要先存檔 才能show 那現在好像先後視序 就不影響 那就OK了 所以喔 將來如果假設 你要把這個圖 存檔下來的話 非常簡單 SAFEFIG 就OK了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簡單的 401折線圖 就是 以後的話 只要準備兩個 兩個 這個 串列的資料 有點像 eSale裡面的兩個欄位資料 然後你把它倒進來 然後它就會幫你畫出來 OK 第一個 但是第二個比較難的 第二題喔 待會的這一題 402呢 就稍微複雜一點 為什麼 因為402的這個資料 它是從外部讀取CSV 然後 把圖給畫出來 因為這個401是已經有資料了 那402的話 請各位呢 去抓到一個CSV檔 我是把它放在 一樣是那個證照考試的這個 雲端上面 雲端上面的那個 Python3的擷取與分析 這邊 那你們找一個是 402.CSV這個檔案 然後把它下載下來 記得放在根目錄底下 那這個檔案呢 其實還蠻單純的 因為它裡面其實 就是只有什麼 日期 OK 然後呢 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 數字 所以呢 意思是說 哪一天 所以呢 哪一天 跑什麼數字 那基本上也是折線圖 那這個折線圖的話 呢 橫軸 就X軸 就是哪個日期 Y軸的話 哪個數字 所以它最後其實要畫出來 類似像這樣 我demo給各位看一下 最後讓出來結果 就類似長這樣 有沒有 就是把日期的部分 放在EXO 所以從那個 6月14號 到6月22號 它的這個價錢的波動 這個價錢有什麼 這個是Banana 所以這意思說 是香蕉的價錢 香蕉應該是 一斤多少錢吧 有沒有 從6月14號是18塊 然後再一直往上漲 20塊 21塊 有沒有 一直往下跌 跌到這裡 可能變17塊 然後又回到18塊 所以這個是Banana的波動價錢 OK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資料讀取進來 並且繪製出一個折線圖 這還蠻好用的 所以你們就可以拿這個來做一個Sample 那這裡的話 考試的參考答案 它有加一個CSV的模組 不過我是覺得不需要 直接用那個 就是F等於Open 直接把它Open進來 然後把它Read 成為 就是讀到哪裡呢 讀到那個這個 這個X跟Y裡面就可以了 所以請各位呢 稍微試試看 把剛剛401的部分 做一個Ending 裡面包含就是我剛剛講 這個地方有個存檔 然後這個SEQ 這個其實可以刪掉沒有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要繪圖很簡單 一個串列 一個樣式 一個串列 一個樣式 就畫兩個 底下有一個叫Leg 它的那個 線條的寬度 Wish 它就寬多少 當然數字越大 它的寬度越粗 那就大概這樣而已 其實它大概也沒什麼 所以這幾個參數給了 你就會畫圖出來 最後當然多一個存檔 畫面再還給各位